日前京总电影竞技游戏之迷藏 在京举行猪迷藏首映发布会 对此前传承的电影竞技游戏之迷藏 和鬼馋的海报一模一样 引发抄袭质疑意识 导演宋一熙现场澄清道 现场成龙更是隔空通过V32送来祝福 原来导演宋一熙是成加班的兄弟 主演王海祥则是星期小福的队长 问道为何不请成龙来拍惊悚片 两笑称成龙一直以阳光积极的形象是人 一般鬼片吓不倒了他 而王海祥现场却保时不亮 就怕打针 就怕打针 特别害怕打针 是为公主讲的一个笑话 打针的时候 基本就是他见到 进到这个房间以后 基本的房间就是 是由金得光 angel 次حت旁边叫 然后我就看师父就说 师父讲过一次 这个护士肯定拿针去打 他趴在这个病床上 这病床上可以抑动 让他推的病床吓得什么样子 真还没得打得屁破 我蠻目的去跑 过很多护士 δ 整理报道